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我們的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當女人好吃虧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告訴你 有些恐怖疾病 居然專挑女性下手喔 好辣軍團 被哪些女性健康課心纏上呢 吃飯小巫是林毅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毅 瓜哥你有沒有覺得當女生 真的好麻煩喔 辛苦 我們每個月啊 月事來 然後痛得要死還要出來工作 真的是超辛苦的耶 而且最重要的 尤其在別的行業會不會是這樣 我不知道 但是演藝圈就是這樣 當你十七八歲少女 正在努力奮鬥 對 你沒有個五年八年很難成名 是 可是當你成名的時候 又快要接近三十 就考慮你的終身大事 你到底是要成家 還是繼續努力奮鬥 所以當很多女生 一旦走到很紅之後 除非她不想成家 可能事業會衝更高 可是回過頭再看 女性為死一晚 我覺得你有人在講我 我很難過 不是 你是比較慘 因為事業還沒有成 慢慢成了 慢慢的 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女生真的很辛苦 但努力衝四月 其實演藝圈很容易回頭看 就七八年了 對 對不對 可是你講到說 我稍微有幾部戲弘的 或幾個廣告要拍的 怎麼三十 到底要不要結婚 那很多家裡都念 你三十幾了 你不結婚 你這樣生小孩怎麼辦 對 高齡產 好吧 再忍一忍 過去沒有碰到好對象 結果一衝 就三十八了 再回頭要不要結婚 就很... 就我們在台灣上 討論說 如何懷孕 如何生小孩 就高齡產婦了 所以女生當然辛苦 你看有月經來也辛苦 沒月經更難 更煩 對 是 今天要告訴你 哪些疾病 女生要更應該注意 好 第一個 女性耗發癌症 假狀腺癌 女多於男 其實那個 大家都知道癌症 是十大實驗的第一位 好幾年了嘛 對不對 但是其實如果你把十大實驗癌 通通都加在一起 男生跟女生 其實男生跟女生 誰容易比較得到癌症 你知道嗎 其實是男生 男生得到癌症的幾率 是女生的總總總加起來 大概是1.3倍 如果你把女生的乳癌去掉 你把男生的那個 攝護腺癌 因為這兩個器官是大家個別有的 你看那個 最常得到癌症 比如說肺癌 大腸癌 肝癌 男生得到這些癌症的幾率 是女生的兩倍 其實統計起來 對 這個 真的嗎 沒有 那個 女生的那個平均壽命 本來就比男生長 跟女生我們覺得有關係 但是其實男生 就比較太洩氣 有一個癌症 就比較還我們男生一個公道 就是 假狀腺癌 假狀腺癌 女生得到的幾率 是男生的 而且假狀腺癌有個特性 大家都知道 一般的癌症得到的年齡 大概都是50歲 60歲 假狀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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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十大癌症 女生的十大癌症排第五 但是她是跟那個前面四名有沒有 差非常非常的多 那在男生的話 甚至連十大癌症都排不進去 但是你不要小看她 如果你用年輕女性來算 你用十到二十九歲的女性來算 她最常見的女性的癌症 就是假狀腺癌 十歲 對 十到二十九歲 大家常常說 假狀腺癌會有什麼症狀 其實大家都知道 假狀腺癌長在哪裡 在脖子這邊 對 有十到 旁邊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神經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反偶神經 如果假狀腺癌夠大 或是她長的位置剛好很巧妙 它就會引起症狀 那會有什麼症狀 第一個就是壓到氣管 然後就是呼吸怪怪的 壓到十到就突然怪怪的 壓到那個神經 就是假狀腺癌 那其實我們在臨床上看到 最常見的假狀腺癌的那個症狀 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沒有症狀 大部分都是健檢發現 不然就是自己摸到一顆來 它根本就沒有任何的症狀 所以要固定去檢查才知道 其實我待會兒可能會建議 如果是年輕的女婿 你在勾健檢的時候 其實最好勾一個假狀腺癌 它沒有包含在這項目的 你付錢就有 對 驗血是驗血 驗血抽不出來 驗血抽不出來假狀腺癌症 對 其實之前有一個個案 他大概三十幾歲 他在我門診 就披著一個圍巾這樣走進來 他就講話 我就說小姐什麼問題 他說他想看脖子 很明顯 在右邊的假狀腺 就凸一顆起來 我就手摸了一下 就很硬 我就說你這個多久了 他說其實不大清楚 最近變得比較大 之前好像有一點感覺 但是最近就變得很大 那我下一句我就想說 這個是不是假狀腺 傷到凡猴神經 所以他講話生意沙啞 我就說那你這個生意沙啞 大概多久了 他說其實不是很知道 但是他有印象說 好像他之前的生意不是這樣 就是後來是慢慢變 但是他不是很care 因為他覺得這樣子生意反而 很有味道 他覺得還蠻不錯的 對 他覺得還蠻不錯的 只是後來是因為 就是這顆真的越來越大 他本來也覺得沒怎樣 因為他也不會痛 也不會怎麼樣 是因為連他的同事看到都說 你脖子怎麼長一顆 因為已經很明顯了 他才來看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超音波一照 那個穿自己沙 直接就告訴我們這條條條條 非常明顯 後來他去開刀 開刀就把它拿掉 可是因為他那個 反而神經已經被癌症吃到了 所以我們開刀的時候 被迫要把那個神經也一起拿掉 因為我們開刀要開乾淨 就整個拿掉 那其實大家也不要緊張 即使是傷到這個神經 現在都有 對 所以後來疏過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些努力 就幫他把他生意都恢復了 其實甲藥線來就是這樣 很嚴重的甲藥線來 只要不要拖太久 大部分都可以處理 另外還有一個 他那個就是健檢發現的 他說被他媽媽帶著來 他也是二十幾歲年輕女生 他就拿那個健檢報告給我看說 因為他們公司付那個免費健檢 有付甲藥線超音波 他說公司的健檢報告說 他右邊的甲藥線有個結結 說請他到大醫院 然後我們再做進一步的檢查 就到我們醫院的時候 我就看那個圖的樣子 我就覺得那個樣子 看起來就怪怪的 我說那你可能要在我們醫院 再做一次超音波 就再做一次 再炸一次 炸出來就說那個細胞 是非典型細胞 所以非典型細胞就是 他就長得怪怪的 我就建議他開刀 就那天開刀開進去的時候 我們一打開 他主要在左邊 一打開的時候 整個就很奇怪 連那個旁邊淋巴結有沒有 都腫起來了 所以我們先把那個左邊一切掉 送花眼 果然就是甲藥線癌 那時候我就要出來 跟他媽媽解釋 因為甲藥線癌症 是要把它全部都拿掉的 因為我要跟家族解釋說 另外一邊也要拿掉 所以我一出來的時候 跟他媽媽講 他媽媽就一直哭 結果一直哭一直哭 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現在 其實大家都在想 其實我們之前也提到過 如果你這輩子 一定要得到癌症 就勤選甲藥線癌 就得 對… 就勤選甲藥線癌 對… 因為他五年的存活率 就是百分之九十八 十年也到百分之九十 所以幾乎是說 可以治癒的一個毛病 所以我現在比較建議的就是 大家常說 什麼人要去檢查甲藥線癌 因為甲藥線癌 真的是沒有什麼症狀 所以我真的建議 就是年輕的女性 如果你在做健檢的時候 經濟能力 稍微許可一點的話 其實記得把那個 因為只有這個看得到 現在連女生 都好幾年 也沒去做我們子宮抹片 都一大堆 對… 光做抹片你們都懶得 跟何方做超級 所以這個時候 它是不痛也不癢的 不痛了 我去做心理檢查 有發生過結結 後來做穿直 對 後來發現是正常 不過不用太緊張 不要說看到黑眼就開槍 因為像瓜哥 也曾經想要把他的 腦動脈瘤塞掉 對啊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像甲藥線結結 所以我們還是在超音波底下 常常會看到結結 但是如果看起來樣子還好 或是穿直都說還好 建議還是追蹤 不用每個都開掉 所以我們要追蹤是不是 對 要追蹤 姐姐本來就要追蹤 是喔 還是她已經發生了我朋友 妳就放棄了 是 但是我有一次喔 就是喉嚨碰 然後就是聲音卡卡的 然後這邊有一點腫 然後因為我跟谷哥是好朋友 我就都會搜尋他 然後一搜尋他之後 他就… 他其實有講說 要是你喉嚨不舒服 或是腫起來 或是卡卡 聲音有一點沙癢 你有可能是假狀性癌 然後我嚇死了 然後那時候 不是喝蜂蜜檬嗎 還是 那時候還是流行 然後後來我就衝到醫院 然後就直接跟醫生說 醫生我覺得我好像 是假狀性癌 然後醫生就講說 你怎麼那麼肯定 我先檢查一下 對 結果我一檢查 結果發現 而且他化膿了你知道 他就有點腫 對啦 他會痛他當然懷疑 對 卡卡 沒有 假狀性癌 不大會痛 他認為是 就像我常常有時候 喉嚨很沙癢 我也覺得我活歪 真的 真的會犯想 因為講那麼多話 每天講那麼多話 怎麼到晚上他就變沙癢 對 到白天就好了 會嚇自己 會自己嚇 可是假狀性 不是眼睛會變大嗎 沒有啦 那是假狀性抗進的 很多朋友都開刀了 都從這邊了 假狀性抗進 是這樣 抗進 他不會胖 不會胖還是痛 怎麼吃都不會胖 對 所以很多人不想把他治好 對 真的 很多人故意空腹不好 在節奏 對 一般來說 掌握腺癌 女男比例是4比1 在日本身高達5比1 這樣比例 所以我們可以說 掌握腺癌幾乎可以說是 女性特有的癌症 那常見的症狀 除了剛剛說說 可能沒有太明顯的症狀之外 我們要注意就是 原沒有摸到 脖子腫大 脖子有腫大 摸到一個硬塊 然後體驗這硬塊會大得很快 就會很擔心 甚至是聲音沙啞 然後可能會脖子痛 這痛的特點可能是會 然後再來就是呼吸困難 跟吞咽困難 那算是有症狀的 對 那有症狀比較明顯的 那所以說8年前就有一個 16歲的小妹 大概16歲 小妹妹因為聲音沙啞 求成於耳鼻歐科 那醫師覺得她耳鼻歐部分 沒有太大問題 就轉我的門前看 那我一看她的脖子 就覺得這個是 一個照片 好重喔 就是長腦腺腫大 很明顯的腫大 所以我們科當然就會做 超硬波跟細症抽吸 然後就發現二性細胞 所以我就建議要手術 但是就是她這個小妹妹 跟她的父母親就在我們診 直接飆淚 這個飆淚是三個人 包著一起抱頭痛哭這樣子 然後想說這麼年輕 怎麼會得到癌症 那經過安撫之後 小妹妹他們家人 就同意手術切除 那切除之後 正是長腦腺癌症 後續就是接受放射點的治療 跟長腦腺荷膜的補充治療 那現在經過八年了 已經結尾身子 看起來現在是健健康康的一個人 所以跟大家分享的是 即便得到長腦腺癌症 只要經過適當的治療 仍然可以擁有一個美滿幸福的人生 對 長腺癌症 最常轉移的位置就在肺坑骨頭 它還是會轉移 但是我只是說一般的長腺癌 就算它轉移了 你如果使用放射線的治療 它還是可以壓得住 所以長腦腺癌 即使是轉移了 可是它不像一般的癌症 一般的癌症大家很怕是因為 你一旦轉移 你可能只剩下化療 放射線治療 可是那個 剛才蔡醫師講的那種放射線治療 假射線的放射線治療 只要用吃的就好了 對 用吃的 你就被隔離個兩三天就出來了 對 治療也不痛苦 因為它是全場唯一 就是十到二十九歲範圍以內的女性 對 我才是這樣跳超快 我想說 而且我最近很沙啞 生意 我最近很痛 我會想說我是不是水腫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很緊張 看妳的樣子瘦瘦的也吃不胖 應該是 有 我會吃胖 只不過最近真的感冒了 然後這裡特別腫 是 對 然後我就很緊張 所以瓜哥很是說他是 很緊張 這樣很緊張 沒有 因為他是YouTuber 所以他講可能非常多的話 對 然後所以 你可能問題就是跟瓜哥一樣 就是 不是 瓜哥是講太多話 我那時候就是 我那時候就是 一開始我的症狀是 然後跟心悸 然後我自己都覺得 沒有特別覺得說 脖子的這邊特別粗這樣 是因為我回到我們家族的時候 我們整個家族的人 回頭看我的 那個回頭率都有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尤其我大阿姨 大阿姨看到我的時候就說 妳其實我覺得妳有假裝健康鏡耶 妳要不要去醫院做一下檢查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大阿姨自己本身就是 假裝健康鏡 然後他就叫我去醫院做檢查 檢查之後 果然就確診說 我是 我就開始吃藥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開始吃藥以後 我就開始 那個 只要吃藥 然後我就會引發我複麻症 很嚴重 然後我都要去醫院打針 才壓得下來這樣 這個是會這樣嗎 吃複麻 這藥物有附作用嗎 可以換藥 假裝健康鏡 那個確定是藥的附作用嗎 所以常見的最常見的附作用 這複麻症 治療 如果是假裝健康鏡 根本就是 那如果是假裝健康鏡 如果是假裝健康鏡 如果是假裝健康鏡 那如果是假裝健康鏡 其實很多人很奇怪 可能會過敏 可能撐一下 不是太嚴重了 吃了兩三個月之後 慢慢又好 因為人體的免疫力 是有一點點 會有一點點被訓練的 所以你只要會不會太厲害 久一點就可以 那至於 其實我們的原則是這樣 因為講話線功能抗擊 常常是一陣一陣的 就是你這一陣子發作 然後你可能 藥物控制得好 比如說一年 兩年之後 把藥停掉 你這輩子可能不一定再發作 除非你後來又受到什麼刺激 譬如說 事業的壓力 或是突然離婚 或是幹嘛的有沒有 就是心情太不好 壓力太大 可能又會抓起來 或者為了選舉 對... 但是大部分可能控制好 他可能就一輩子都沒事了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就是 什麼時候會叫你開討 就是你 或是你實在是 因為那個吃藥很麻煩 你知道嗎 你只要一餐明暗時吃 那整個就大亂掉 你有換過藥嗎 有 後來有換藥 但是有變胖 但是我後來就有點不敢吃 然後後來想說 反正有消 有消指數正常就不要吃了 其實你不是 真的不是變胖 你只是找回你原來的體重而已 對不對 只是反而就應該那個體重 我一個病人 他今年32歲 他就是很典型 他大概是在27、8歲的時候 發現有甲狀腺的癌症 他其實一開始只是聲音有一點沙啞 那聲音有點沙啞的時候 他就想說 他也沒有特別注意 是有一次他感冒 感冒的時候 他就是去看家醫科 那家醫科的醫師 他就非常的有警覺性 他就說 你這個不是只有感冒 因為感冒喉嚨會腫對不對 那喉嚨腫的那個位置 跟甲狀腺的位置不一樣 他就說你這個 然後他就請他再去做詳細的檢查 結果一檢查就發現 真的是甲狀腺的癌症 然後所以後來他就直接就是切除 然後這樣子 就也治療了一段時間 然後他這樣子斷斷續續看之後 因為我跟他後來比較熟 然後就會聊一些他家裡的事情 後來發現說他其實是因為他 他媽媽是一個單親媽媽 所以媽媽當初帶著兩個女兒 就是工作非常的辛苦 所以他很早就就開始打工賺錢 然後幫忙養家 他媽媽也常常就說 我這女兒很乖巧 然後很懂事 然後都會幫忙負責家計 所以他心裡其實還扛著 滿大的一些壓力 那我們中醫在臨床上面看到 不管是甲狀腺的一些癌症 或是甲狀腺 甲亢 或是一些結結這些的發生 它都跟一些情緒壓力 中醫講說跟甘育 就是一些壓力有關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尤其是女孩子 我覺得女孩子可能想太多 就是思慮比較多 很多事情都是往心裡放 我心中這個壓力 就會讓你身體產生出疾病 那我們中醫會推薦一個 玫瑰樹幹茶 就是我們用玫瑰花 五朵的玫瑰花 然後用青皮 青皮的話就是 它是跟橙皮是同一樣的植物 但是它是在還沒有成熟的 果實去曬乾 所以它蔬乾 它在緩解我們的情緒上面的話 會更入 因為色情是入乾 所以它在解乾的部分 是比較強的 然後再加上一點白河 跟那個大澡 所以它的話就是一個 喝起來味道是還滿舒服的 然後會覺得有一點 聞這個味道好像要進去油壓了 你知道嗎 花茶 四季號老鐵 女孩子會喜歡的味道 它就是可以讓你舒坦 像不像 像不像 暗磨焦這個味道 好舒服 有玫瑰花香味道 對 對 女生來講 其實你的情緒要有一個出口 才不會讓你的壓力 反噬你自己的身體健康 對 女人會容易生病 是因為要照顧太多方面 真的 要單 還要把自己顧好 對 自己 漂亮 對 真的 真的滿辛苦的 來 接下來看 女性隱藏殺手 心臟疾病死亡率 女高於男 心臟病 我們講說今天會講到說 心臟病死亡率女高於男 為什麼 因為它有一個叫女性荷爾蒙 女性荷爾蒙保護著它 所以年輕女孩子得到心臟疾病 尤其那種冠狀疾病 機率其實滿低的 可是到 因為他們停經了 然後那個所有的心臟病 都整個往上爬 然後上爬 那2006年 那個美國的一個 婦女健康協會 他就做了一個調查 發現 糟糕 這個被低估 他們發現 他們就會歸納一些原因 第一個他們發現 男生得到那個狹心症 什麼冠狀疾病 那個症狀來得又兇又猛 他會比較典型 就是會胸痛 會不舒服 所以他們會去找醫師 會診斷出來 女生得到這種心臟病 比較輕微 他們會用疲勞 不典型 可能是疲勞 可能會有點頭暈 噁心心靜 不大容易診斷 就是誤判情勢 對 誤判情勢 第二個是他們得到那個 如果50歲女生得到心臟病 加上糖尿病 跟男生得到心臟病 跟糖尿病 那個女生死亡率 可以增高很多很多 我就舉我一個臨床碰到的 一個案例 有一個胖胖的媽媽 大概快要50歲 她本身是一個烘焙的老師 教人家做點心蛋糕的 她一直長期在我們門診 追蹤那些三高 就血糖 血壓 血脂肪 都燒高一點點 對 那她是一個非常樂天派的一個人 她經常 然後 然後 可是我非常喜歡她來看我門診 她每次來都會帶一些 她做的一些小點心 然後她的點心跟她的人一樣 很甜 但是有一點 有一點油油的 然後 然後 我每次看她 她會記錄她的血壓給我看 她血壓都大概 控制大概160 我說非常不好 那我就會加藥給她 可是我覺得加 有加沒加差不多 因為她不是很規律在服藥 她說 我就說 我還想多吃一些你的蛋糕 你還是要努力控制你的那個 血壓 血脂肪 好 某一天 三個月她又回來 可是她這次回來之後 她的那個笑容不見了 她說洪醫師 最近真的是很倒霉 她說 她可能長期做那個烘焙 她說她的左邊的那個 最近很 不舒服 尤其是每天她工作完之後 她就會去給人家推拿按摩等等 可是那個好像都沒有改善 第二個不舒服 她是說 她最近很奇怪 因為她是老師在講課 講快一點 她講完講快一點 就覺得 她覺得 就感覺她明明是在講課 怎麼感覺是在爬樓梯的那種感覺 所以她覺得不大 我這樣聽也覺得不大對勁 那我就幫她做了一個心電圖 另外排了一個叫 核子醫學心臟攝影 因為我懷疑她心臟有缺氧的狀況 然後報告出來果然是 這個核子醫學心臟攝影 通常是我們要做心導管前的一個檢查 如果有陽性發生的 一定要轉到心臟科做心導管 那我當然再三叮嚀她 一定要去心臟科 然後要去做心導管 她就跟我說 洪醫師我在兩個月之後 那個要辦 所以她可能要等之後再去 可是我相信她也不會去 那結果就在我跟她提醒的兩個禮拜 有一次她在上課的時候 就出現那個胸悶 不舒服 完全沒辦法再上課 後來是被她的學生送到急診室 那到急診室之後做完那個導管 發現是 三條血管堵塞 後來是會成那個心外做了老鼠 你總不過也是三條而已 對 三條 三條的堵塞 然後後來她再住了 住了一個多月才出院 然後心臟科技師跟她講 如果再晚來半小時 有可能就有死亡 對啊 然後經過經歷過這一段之後 她後來再來我門診 她還是帶蛋糕來 她還是有在做蛋糕 可是我就發現她的蛋糕 比較不甜了 也沒有那麼油了 變得比較健康 我覺得她好像是在講我 妳看起來很健康 沒有 我以前 也是五十歲過後 我覺得臉時常紅 我以前說我皮膚白 人漂亮 都紅一點 對 她很會退 我有皮膚白 然後有一天突然就 我去小診所 那個醫生醫療說 走走走 我說怎麼了 妳要去大醫院 妳血壓180 我說哪有可能 我說妳要至少給我吃一點嗎 我再走 不然我走到半路死掉怎麼辦 我說不行 妳就趕快去急診 然後檢查出來 就高血壓 然後高血壓 我就想到我外婆高 也是死老中風 我媽媽五十八歲就走了 也是大條 她在算名牌 這樣倒了就走了 然後我就去開始看醫生 可是血壓降下來了 我吃了四五年 就是她會寫一些後遺症 然後我就會排斥 我就三七五吃 就是一個 三七五吃 這樣不好 她每次都被醫生罵 罵到後來我也不敢去 然後最近冬天到了 我才會再去看 她說人家是 醫生已經實驗很久 不會死 你不吃更會死 然後我就是吃下來 如果體重降下來一點 好像血壓又平了 我又不吃了 不行 後來我嚇到了是到山上 瑞士的鐵力師匠 我上到上面開始 快暈倒了 我通報說 你怎麼了 我忘了吃藥 對 對 看到沒有 不記得拿藥 好可怕 等妳放在座下吃那個藥 找不到妳看怎麼辦 可是我覺得節目很好 我不知道老師講的 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都語言好了就不吃 就平了 那就想說如果 可以這樣走了也很好 對 其媽妳就照正常高血壓 很多人吃十幾年二十幾年 對啊 我媽媽每次都吃啊 真的 有的人認為她是健康的 結果發生這種力量 她有在運動 後來血壓降下來 後來她每天早上都去打高爾夫 最後就死在高爾夫 為什麼才就沒效 對啊 妳這麼久了 五年六年妳血管就硬掉了 對 妳會更 一直這樣 妳血管會變 眼影會爆開 可是我有問題 我吃 我要量體血壓嗎 可是為什麼 我的心臟還是跳很快 台灣那個高血壓 醫師開藥 到底病人有沒有去吃 他們去做男女有別 他們發現女生 控制到標準值以內的 大概有到六七% 男生大概只有三十幾% 四十幾% 有達到那個控制的那個標準 那為什麼會心跳 本來高血壓 血壓高血壓過低的 心臟都會代償 就會跳得會比較快一些 那當然如果說妳心跳又快 可以請醫師開個 可以 這個其實妳心臟 我們很怕 其實高血壓常常合併著 那個冠狀動脈疾病 妳心臟已經在缺氧了 妳跳很快的時候 需要更多的養分 所以它會更出現 像妳又爬到高山去 為什麼在那個鐵力四三 妳會覺得不舒服 因為空氣稀薄 然後妳又在 可能在活動 心跳跳得特別快 氧氣又特別不夠 症狀就跑出來了 是啊 乖乖 我以為我會死在鐵力四三 其邁平安有運動 我跟你講我以前心跳 110起跳的 真的嗎 吃完更不舒服 對啊 後來我去運動之後 我現在每天早上起來 量六十幾下 真的嗎 都六十幾下 心裡的爬樓梯 再也不會怎麼喘 你要去先訓練這部分 瓜哥 我上了你之後 明天開始要運動了 真的 走路也好 你走路 你心臟慢慢 血壓也會降下來 叫那個 要兩千 心臟疾病其實 不只是指心臟 我們一般都是只以為是只有心臟 事實上不只 它還包括全身的血管 所以如果你心臟血管出問題 你會心肌梗塞 所以女人不容易得心肌梗塞 可是一旦得 她的死亡率會比男人高 比如說腦部的血管如果有問題 那就會中風 所以女人一旦 她中風機率比男人低 可是她一旦中風 她的中風的這個 後一陣會比男人要高 這其實影響全身 還有包括譬如說 你的腳的血管也會塞住 你腳的血管如果塞住 這男人也是腳的血管塞住 就會比女人高 可是女人的血管一旦塞住 她的截肢啊 就是把腳截肢 截肢的機率反而是 女人是比男人要高 所以這個 這表示什麼 表示說 這個女人 如果你已經有荷爾蒙的保護 你本來就比較不容易得 這些心血管疾病 可是你居然還得了 那就表示說你本來的血管 真的就是比較差 那我們一些常見的一些症狀 譬如說 如果你通常胸悶胸痛 你就會 因為這個大家都 已經算是蠻廣泛的知識 你胸悶胸痛 你就會很緊張就會去看醫生 但事實上 它有一些非典型的症狀 你常常會去輕忽它 那些症狀有時候 在女生身上 真的是比較多見 譬如說她心臟的這個胸痛 悶痛 心肌梗塞 它有個叫做 什麼叫反射痛 它就是說你病發的時候 心臟開始缺氧 它開始不舒服的時候 它會 下巴會痠麻 左邊肩膀會 會不舒服 然後會沒力氣 或會 就是這些症狀 事實上你會覺得它不是 跟心臟好像沒什麼關係 你也不會去聯想 但事實上它已經在暗示你說 你會有問題 那甚至如果你已經 嚴重到你已經冒冷汗 還是喘 那這些就更危險 那我曾經有一個案例是講 她是一個六十幾歲的阿姨 她也是 她家庭祖父 可是她很忙碌 因為她要 就是張羅全家 大大小小的這些 她每天都要煮飯 那她煮飯有一天 她就開始那個 然後就拿不來起來 那不舒服 但是她就一直覺得 那是五十件 然後她就不理她 結果有一天晚上 就突然冒冷汗 胸悶喘不過氣 還被送到計程師去 結果被診斷是這個 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後來做手術後 才好 這個心肌梗塞做好以後 她其實 這個肩膀也在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還曾經遇過一個 也是一個中年女性 她也是常常會覺得胸悶 然後會喘 然後常常會頭暈 那她那個女生就是 胸部有點大 她就一直覺得 她這個不舒服 是因為她 然後穿胸 壓胸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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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某 李懿你永遠不會痛我 我已經是第一大問題 我一直看完 所以後來就是她在 也是 有一天也是 就是已經 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了 就是 開始冒冷汗 胸悶 傳不過來其實被 家人送到計程師去 然後也是發現 然後才做了手術後 才改善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女生的話 真的要很注意 那她還不錯 她還是已經 逐漸這樣發生 她不是突然的 對 很多人輕輕忽然 突然路上都倒下去了 對 那根本來就來不及 我現在在醫院是那個 器官捐症的協調師 通常會到器官捐症 這一塊大部分 都是發生意外 或是像剛剛這些慢性疾病 最後演變成像剛剛說 突然爆血管了 昏倒了 或者是 或者有急速出車 或進來 會 也會有 頭壯壞但器官好的 會 或是自殺 或者是從樓上摔下來那種的 那我在那之前 其實我在家務病房工作 那我家務病房的屬性 其實也跟心臟科有關 還有胸腔科 那我其實那時候開始 都是上大夜班或小夜班 然後我就會覺得心臟 就是很像有人在這樣 然後想說完蛋了 我也開始痛 可是那時候其實我才 我想說有點可怕 可是又想說我大夜班 可能是長期失眠 然後睡眠的狀態不是很好 我就沒理他 對 然後後來其實 有幾次真的是 一個禮拜發生 一到兩次 我可能躺著睡覺到一半 然後我就要坐在那邊等很久 因為我發現我的心跳 正常是這樣拍拍拍 然後拍到這一下 不見了 我真的我在等我的下一拍 是什麼時候 我就想說有點可怕 因為頻率很高 甚至有時候可能在 加護病房幫病人翻身的時候 翻到一半 我自己的下一拍也不見 然後我看了一下病人的心電圖 好像他還比我正常一點 然後我想說 這樣子其實也有點可怕 所以某一天下班之後 我就到心臟科去檢查 那其實我其實到現在也是很感謝 我們的心臟科醫師 因為他那時候看我很年輕 他就說 那你們家是不是有家族史 我說對 我媽就是搞血壓糖尿病 然後我爸也有心臟病的病史 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你要注意喔 因為你現在很年輕 就有這個症狀 然後他就開始翻 因為醫院其實有我們 員工體檢的紀錄 他就看到我 就是都兩百多 兩百上下這樣子 那也有看到就是 就是體脂肪也很高 那時候體脂肪31 那 對 所以就是 我很感謝醫師 因為他就說 還是會開一些藥給你備著 因為你真的很不舒服 然後他就說 那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一件事 就是你先從飲食和作息去調整 這樣子 你其實也不一定 就是需要做那麼多 輕度性的檢查 但是他也是有幫我排 就是剛剛講的心電圖 然後我做了24小時的心電圖 也有做核子醫學的 那個心臟攝影 然後結果他跟我講報告的時候 其實我很驚訝 因為他就告訴我說 我心臟的前臂有某一部分 就是灌流是有比較減少的 他意思就是說 可能有一點缺氧 可是他說因為真的很少部分 所以他跟我說 你可能就是要做 我想說天啊 我怎麼會跟我病人一樣 然後我其實有點緊張 就是因為那個比較侵入性 所以我沒有很想做這個檢查 那他說沒關係 那你真的在影響到你生活 覺得更嚴重的時候 你再來做這個檢查 但是你就先去把你的飲食作息調整好 所以我後來其實就轉到器捐師 生活型態不用每天上大夜班 至少值班的天數比較少 那因為其實我之前體質也很高 31 所以我除了就是自己 開始運動減肥以外 那我也去透過就是去考試 然後也成為體態管理師 就是在我下班後的時間 也去幫助別人 因為我後來發現其實 吃藥這件事真的沒有辦法 解決很多問題 你還是要回過頭去看 你過去對自己做了什麼事情 這樣子 好勵志喔 比較正確 對 這個議題對我來說真的是很重要 因為我是家族就是遺傳心臟疾病 像我外婆跟曾祖母就是 心肌梗塞過世的 是突然過世這樣 所以我媽媽就會特別緊張 因為我們就是家族的女生 然後包括我 就是從小開始檢查跟回症 我就是半年回症一次 那我以前檢查出來是 二肩半脫垂跟血液逆流 我發現現在好像很多女生都有 就覺得還好 但是小時候可能是我個子比較小 體弱多病 我就生了一個重病是殘胃炎 但是殘胃炎其實還好 但是我結果生病生了一個月 然後來回一直跑醫院 才發現是人狀病毒 然後開始感染之後 又去病毒又進入什麼神經什麼 所以我的頭會 不自覺地一直自己轉 是不是我能控制的那種自己轉 甚至已經轉到後面去 用貓頭鷹的感覺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就是沒想到殘胃炎 然後又輪狀病毒這麼嚴重 就這樣躺著 然後頭會這樣一直轉 一直轉 然後手會這樣 然後轉到 轉到 我看他頭髮了 你這樣 就成為180 你們家裡看到那個大法師 對 沒有 這不誇張是真的 然後手會自己這樣 一直起來 對 但是很緊張 然後醫生也很緊張 想說奇怪為什麼殘胃炎 輪狀病毒這麼嚴重 侵入了 然後但是之後 好家在就好了 但是也因為這個 就是大病之後 我的心臟更嚴重 就是會很像 有時候只要我一緊張 然後壓力很大 就會像北北說的 那種感覺很像 牛抹布的那種感覺 整個這裡是撐起來 然後就馬上跟我媽講 我媽就馬上又再去醫院檢查 所以我覺得不定時的可能兩個 就要帶一次24小時的飲氣 對 而且我有個壞習慣就是 我不會呼吸 我不知道怎麼換氣 譬如說爬樓梯 跑路 我都是憋氣的狀態 因為我不敢去呼吸 我怕我喘不了 因為他幾年 你一定很喘對不對 對 我很喘 其實無時無刻都會喘 那最嚴重的一次 是我大學的時候 我要去上課 然後我就這樣 就是只是一般的走路而已 就心臟就撐起來 然後瞬間我就 我就沒辦法呼吸了 我又再一次送醫 然後打 好像是一個鎮定的針 我才緩和下來 是 對 所以一直到現在 就是只要是一緊張 或壓力很大 我就是心臟就撐起來 妳沒有去徹底檢查 妳的心臟嗎 有 就是二 每兩個月就是要檢查 二次跟超硬度 現在還沒改善到 還沒 但是是用那個運動 因為我的體脂也很高 醫生 我的醫生說 你不要太常去吃藥 他會 我會醫院 因為我還年輕 怕依賴藥物 所以他就叫我去 去降低我 就是練心臟的強度 還有 很多人說什麼 大腿的力量的人 心臟的力量 他是第二顆 對 所以我就會 在家裡15克做個升蹲 像彥婷的毛病 他說之前為什麼 頭會轉那個 其實大部分 大概就是輪狀病毒 侵犯在腦膜炎 或是後來他說 心臟也變得比較沒力 因為病毒常常 最後面沒有控制 最嚴重的病發症 就是腦膜炎跟心肌炎 然後你那個二間半脫椎 其實很常就病發 他會有心理不增 我們都說女性荷爾蒙 會保護血管 你知道他怎麼保護嗎 一個女性荷爾蒙 會增加你的好的膽固醇 第二個女性荷爾蒙 會降低你壞的膽固醇 第三個女性荷爾蒙 會讓你的動脈放鬆 所以怎麼看 都是會保護你的心血管 男生的話你可能發作 人就是人家跟你講說 什麼胸口一個大石頭 壓著那個地方 如果這樣感覺 你還不知道你心肌梗塞 那就是自己 自己早吃做 對不對 可是女生很少會這樣子 大部分都是一些什麼 牙痛 肩膀痛 甚至手臂痠痛 可是那個時候 就已經是心肌梗塞在前兆 他都不去理他 就隔幾個時候 或是隔幾天 一個事情發生 他可能就突然就倒地了 那為什麼會 女生會這樣子 其實跟我們那個 男生跟女生那個脂肪堆積 有關係 你看男生肥胖都在哪裡 都中廣型比較多 女生大概是四肢圈生的 所以你看 你那個冠狀動脈 如果是女生脂肪 在堆積的時候 他是整條慢慢… 在阻塞 所以他 可是男生不是 男生因為中廣型 他脂肪是堆積在某個地方 他一旦阻塞就很明顯 就整個很short 所以那個症狀就會很劇烈 可是你看到女生 他是慢慢阻塞 所以有一種類似 他慢慢去代償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哪一天全部阻塞的時候 症狀就跑出來 可是那時候症狀 前面的情緒症狀就會很不明顯 所以那個 那很不明顯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心臟的跟腦中風一樣 那個是要搶時間的 你一旦拖延到 你的那個 那個育活當然很差 我們就有一個 之前就有一個那個 57歲的那個家庭主婦 他先生事業人成功60歲就退休了 所以他們一直在家庭過那個 就很 兩個很恩愛 老公也退休了 然後那個老婆本來 本來他50歲是有工作的 老婆因為他想說他老公也要退休 他就跟著就退休了 就兩個就一起在家裡過 然後小孩子也都長大了 他說就是老婆很會煮飯 所以每天在那邊煮飯 給他老公吃 有天老公吃完中飯 就在客廳裡面 翹著二郎腿在那邊喝茶 突然聽到 然後倒地 然後倒地他趕快就衝過去 但是他有受過基本的急救訓練 所以他很厲害 他馬上就打119 然後開始 他就叫他太太 他打完119 他就叫他太太 他自己開始做CPR 就很緊張 然後做CPR 然後後來那個救護員 那個人們就來了 就把他太太移到救護車上 因為大家救護車上 有的車護上比較高級的 會有一點AED 馬上一測 不過不錯 因為那個電擊在到第三次的時候 心率就回來了 然後太太就到心率就回來了 但是人還是沒有醒 就馬上就送到我們計程室來了 然後送我們計程室來了 因為他說心跳血壓其實還好 心跳也正常了 他說我們一抽血 就是一個急進去可塞 所以我們後來就馬上 安排心跳管去把他打通了 但是後來我們 他醒過來的時候我們再去問他 他其實前幾天 就常常在說 他說一直覺得自己是太累了 他不覺得這個怎麼樣 他就自己吃普拿疼 他說吃完普拿疼 感覺好像有好一點 就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特別累吧 就是服侍先生吃完飯之後 在那邊洗碗盤 洗機就突然就昏倒 砰 就打下去了 所以普拿疼只是暫時壓住他 只是暫時 所以我來說女生真的很可怕 所以有一些症狀的時候 年紀又到了的話 還是到醫院去檢查一下 你的血血管有沒有問題 真的 男女有別 看我們這集節目就知道 來 第三 女性腸胃差消化功能 天生不如男生 我中國有一句俗言叫做 為什麼叫吃飯房地大 就是希望你在吃飯的時候 放輕鬆 你只要有任何一個壓力 你就會消化不良 因為我們那個叫做自律神經系統 交感跟副交感神經 在控制我們腸子的蠕動 胃酸那些分泌 其實我們是兩個 完全結構不同的生物 女生的感情很纖細 很敏感 然後會很容易焦慮 所以很多這一類的 腸胃道的疾病 都發生在女生 像一些大腸肌躁症 還有一些什麼腹瀉便秘 這個男女比例大概女生 會高過男生大概2比1 那我就舉一個 我親身的一個案例 有一個女生她來 她一進門診的時候 她來跟我講說 洪醫師你不要救救我 我只要聽到病人 一進來就要救救我 我想有兩件事 一個是這個疾病很嚴重 很嚴重 她應該是在急診室 一個是她 那個應該是一個很焦慮的 她說 她以前都看腸胃科 我看她以前的門診 看了好多的腸胃科 她第一次來看 我是腎臟科醫師 她來看我 她跟我說 她從年輕的時候 就經常那個便秘 腹瀉 而且最不舒服 是她整個胃會揪成一團 像在你毛巾一樣 非常不舒服 在兩個時間點 第一個時間點在 第二個是在 她只要上台要演講 她緊張的時候 她會整個這樣子 她最近又在煩惱一件事 是人家說 從小消化不良 應該體型都會小小的 會跟彥婷一樣 可是她很倒楣 她又長得胖胖的 她說她吃得不是很好 又感覺又很壯 她年底要結婚 她再煩惱兩件事 一個是婚紗穿不下 第二個是 她會覺得說她結婚她會緊張 萬一她穿著白紗的時候 一直上廁所 她會很煩惱 她的朋友就是介紹她 用那個嘔吐 就是去自己玩 吃完東西就嘔吐 這個非常痛苦 她說她坐了三個月 體重沒有下來 可是她整個胃會更不舒服 她很焦慮說她 接著要結婚到底怎麼辦 我除了 因為我看她以前的那個病 她胃鏡都做過了 並沒有什麼胃潰瘍 什麼那些都沒有 那我說如果胃藥治得好 她應該之前的醫師都治好了 那我除了開胃藥之後 我就加了一個抗焦慮的藥 那我告訴她說 你知道結婚之前 你每天去運動 我們剛剛好像所有的答案 都是運動 就去運動 然後她吃了 她除了吃胃藥 她吃了一些抗焦慮的藥 又開始去運動 她後來她再回程 她說她整個婚禮是很smooth的 那整個症狀也改善 我後來認為她 其實她的問題是一些 那造成她 還有一些焦慮造成她 一些腸胃的不適 在英國很多這類疾病 後來並不是看腸胃科 而是轉診到精神科去 控制她的焦慮緊張 她所有症狀就改善了 女生就是很忙 就要忙老公小孩 婆家公家 然後還要把自己顧好 那其實我覺得 像我們做模特兒 從小開始就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要把自己的體態顧好 那以前比較沒有那麼多運動 然後就是常常會有一些 你吃不好或是不吃之後 女生常常會有便秘的問題 然後一便秘其實 只要兩三天 我覺得那個膚色 年紀越來越長 馬上就暗沉 蠟黃 然後整個就看起來很累 然後那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就是那新陳代謝也變得很慢 那當然我最近有開始要 開始好好的運動 那以前我們都會知道說 你如果想要排便比較順利 然後我們曾經有比較 自己有比較激進的方法 就是我可能會吃蟹藥 或者是有那種 有蟹藥成分的一些所謂的保健食品 可是那都會讓我覺得是會依賴 然後那依賴之後 其實好像在腸胃這邊 它也會變得比較不好 因為它其實都是用藥物的成分 去對抗它的 所以後來我就從日本 朋友跟我介紹就是要喝這種 很天然的黑豆普洱茶 普洱茶 對 因為它裡面就是四種 它的成分你完全看得清楚 它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黑豆普洱 物種跟烏龍 然後它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 就只有四種 就四種 然後天然的成分 而且它是日本原裝進口的 然後在日本銷售非常好 所以品質非常有保證 然後那時候一拿到的時候 第一 它很方便 就是這樣一袋一袋的產品 茶包 然後也比較環保型 就是不會像這樣一個一個單包裝的 所以像我每天早上就會這樣子 丟到我的這個保安品裡面 然後就這樣帶走 然後裡面的香氣就是 比較可以聞到它的黑豆跟普洱的味道 所以你是先燙的泡 對 然後可是倒下去要等它冷才 我是會很 我會喝 就是我是先倒熱水這樣子 對 然後你不能太熱喝 對 我不太會太熱喝 然後有時候就是 一瓶就這樣帶出去 然後大家可以試喝看看 是 它的那個味道就是 因為它是純天然的東西 然後黑豆跟普洱跟烏龍 還有度重 然後這四個成分 就會讓我們就是可以增加那個 新陳代謝 然後還有腸胃的蠕動 很好 然後我就別人試試看 它變成是我的天然的一種隨身瓶 這很普洱茶 它算清爽 那全家可以 那小孩子可以喝嗎 小孩子可以喝 因為它的咖啡液含量非常非常低 因為我是那個傍晚過後 我以前喝那個比較好的茶 夜那種茶 手搖引電的茶 我都不能睡覺 這個就是喝可以 喝下去有普洱 但是第二口 人家吞進去有黑豆的味道 對 它就是主要它的成分很天然 所以我們可以喝到它非常天然的香氣 然後我長期喝下 我就覺得 我不用 就是我可以自然的 每天就是吃吃喝喝運動 然後很自然的就可以排便 順暢 就可以順暢 如果照妳所講的 女生的便秘 這個東西還得了 對啊 便秘的問題 夏天感覺可以冷泡 它其實是 像我這樣子冷的水壺帶出去 到了 妳的時間到了 它其實溫度也會下來 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們後來會喝很多的水 那有些女生不愛喝白開水 那當然我不建議說 大家都喝這個不喝白開水 就妳還是要有 那我會把茶包一直泡 它可以回沖 就妳的水裡面 還是會有淡淡的這個 黑豆泡茶的香氣 對 如果妳這個 再搭配白開水喝 妳相信那個便秘很快解決 對 那但是我很多 之前我有跟很多朋友分享過 那大家這個不是兩三天的事情 它是一個長期的習慣養成 然後就做好體內環保 妳不是說今天喝就立竿見影 對 因為它不是 它是純天然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我就很喜歡 然後我覺得這 就會比較可以解決我這些便秘 還有這個新陳代謝不好的問題 這比較像剛剛中醫師 泡給我們喝的那個理論 中醫師 其實現在人因為壓力大 在飲食上面不正常 所以便秘真的是很大的問題 那便秘主要發生的原因 大概就是妳 所以妳適當地補充的水分的話 是非常重要 那剛剛藝人講的這個黑豆普爾茶 那黑豆的話 它主要的話 它是有一個 然後它又富含花青素 它是有很好的那個抗氧化 還有消除自有劑的功效 在腸胃道的話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腸胃蠕動 那普爾茶的話 它本身是綠茶的一個發酵物 所以它的話在一般人 可能認為它只有生菌解渴這樣的功效 那其實它含有像耳茶樹 還有墨石子酸 它都可以讓我們的腸胃蠕動變得比較好 然後提高新陳代謝還有幫助消化 那裡面有一個中藥材叫做杜仲 杜仲的話它是一個就是含有植物角 所以它可以吸附妳腸道裡面的一些不好的物質 然後有一個清腸的一個功效 那大家對杜仲的印象 可能都是補肝腎 強筋骨 就覺得它是一個那種強筋骨的藥 但它其實在生農本草經裡面 它有記載 它說酒服是輕生不老 耐老 所以它為什麼可以打到輕生 就讓妳的那個身體變得輕盈 它其實是因為它可以對於比較虛勞 就虛弱的人 它可以提高妳身體的一些代謝能量 讓妳腸道這些廢物不要被吸收 包括脂肪這些都減少吸收 那裡面還有一個成分是烏龍茶 那烏龍茶的話有多分 還有一些膳食纖維 還有一些維生素跟礦物質 其實對身體來講都是很大的一個幫助 是 其實今天這一集看到有沒有 男女生的身體過程本來就不同了 對 才發現說其實女生真的比男生辛苦的 真的 提醒各位女生也要關心自己身體健康 男性也要多體諒另外一半的辛苦 對 那大家如果想要得到精美的禮品的話 詳情請上 《醫師好辣》的粉絲團 就有機會得到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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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瓜哥 謝謝 謝謝 謝謝